有人去过这个博物馆吗 狼人精灵萌 这些为之生物残害 神存放在梅尔林博物馆内 隐秘博物馆建设曾引起全球轰动 同化故事和传说中的生物真实存在吗 2014年在互联网上流传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生物照片 而这些照片我们仅从同化故事和古老的传说中了解的生物 2016年主流媒体报道此事 但很快才发现这些只是来自伦敦市中心一所房子地下室文物中的一小部分 而这些东西属于一名叫托马斯·梅里林的一男子 托马斯出生于1782年 是一位性格内向的生物学家 后来他成为一名贵族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度过的 而他也很少和外界的人接触 他因收集世界上未知动物和类人物种的标本而闻名 当时他受到了那个时代贵族的尊重和高度评价 最终他向人们展示了他的藏品 而展览也震惊了当时的人 以至于他被指控练习黑魔法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嘲笑 而后他消失在人们的事业中 直到1942年 一个自称托马斯·梅里林的人将一所房子捐献给了伦敦的一家孤儿院 而他提出的条件是永远不要打开那间地下室 该男子看上去不超过45岁 自称是托马斯 但如果这真是房子的主人 他应该至少160岁了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1960年孤儿院关闭 托马斯也渐渐的被人们遗忘 2006年这所建筑在准备拆除十亿外的在两堵墙后面 发现了通往地下室的大门 而里面大大小小的箱子里装满了各种标本 文物 设备 绘图和日记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标本以前人们从未见过 有精灵 吸血鬼 龙 美人鱼和狼人的尸体 而这里的所有东西都由一名叫亚利赫斯的人保管 几年后 他向世界展示了这些惊人的发现 而经过研究这些生物的一些皮肤细胞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它们的DNA不同于科学家们所见过的任何东西 而更神奇的是托马斯的笔记里记载了意识形态 量子力学 时间旅行 DNA科学 以及人们至今都无法知道的学术研究 而在早期人们发现了一张非常古老的地图 在上面显示了所有这些生物都是真实存在的 而《我国山海经》中也记录了许多 现在人们无法理解的生物传说 很多人都相信还有其他的维度存在 甚至在一些秘密文件中都确认了多维度的存在 是否托马斯·梅里林已经知道了在维度之间旅行的方法 那么到底有没有人去过梅里林博物馆 该馆只有在2000年举办过短暂的展览 没有相关的影像资料 最神奇的是 这家博物馆是一个线上虚拟博物馆 并没有线下实体 更离谱的是 收藏者托马斯·梅里林查武此人 不过先任馆主亚历克斯的确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